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主持人Kaley 先太太最新一期CCL 是部163.33點 按週升2.09% 重返上年11月水平 明顯有一個止跌回升 今天我們很高興 除了繼續有先生在這裡 也邀請到中原地產工商鋪董事總經理 潘志明先生 你和我們一起談談 兩位你們好 你好 政府近日公佈了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樓市辣椒維持不變 但重駕印花稅的稅價會調低 對一眾的首置業主的幫助大不大 未來上車一些小價盤 會否成為市場主導 施生趕住宅 重駕印花稅 所以其實最初訂的時候 他們現在都差不多十多年了 這段時間樓價都升了 譬如之前訂說 200萬以下的樓收100元印花稅 所以樓價升了之後 都沒有什麼人買到200萬以下的樓 他現在就升到300萬 其實都不是很足夠的 就是300萬以下的樓 真的很難才能看到 這個調整只是將稅街跟隨樓價升幅 作為一定的調整 而且他只是調整1000萬以下的稅率 1000萬以上的稅率是沒有怎樣變 所以得益的人主要是買細單位的人 另外最多的稅率是六萬多元 1000萬的樓價六萬多元只有0.6% 很少人買樓就貪0.6%的稅率 去做一個百分之一百的風險 我相信很少成交會 因為這些印花稅的減免而產生 我們討價橫價的時候 上落都升5% 10萬、8萬 減過三幾萬 吸引力很低 所以這個政策只是將稅街 和樓價升幅合理化 對市場沒有什麼影響 財夜也不要說這是一個調教樓市的政策 是將稅街合理化的政策 那工商店的情況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剛才施先生也說 其實對住宅也不算幫助很大 對工商店就更加沒有什麼大幫助 對於我們說買工商店 其實買到幾百萬、一千萬以下的 工商店的類別都不容易 所以如果看回今次的 例如三百萬以下交一百元印花稅 受惠了一點就可能是車位 車位以往是 如果說寫字樓的車位或工商類別的車位 有些是去到二百多萬 有些接近三百萬 有些貨車位都有 現在可能買的那些 就一百元 就省了一點 但是不是都會刺激到多些人買呢 就未必是因為那幾萬元 第二就看回那些小銀碼 其實如果說幾個範疇 鋪位就甚少有一千萬以下 除非環頭環尾有些比較細單位 商場那些就有可能 街鋪平均都要一千多萬二千多萬 而今次的印花稅 一千萬以上二千萬以上 都是維持3.75和4.25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 細銀碼那些唯有一個範疇 都可能仇惟一點 就是一些細銀碼的工業大廈 細銀碼的工業大廈 有些細單位 可能是中小微企較為適合用的那些 可能由六七八尺、千多二千尺 有些舊廠仍然說二三千元一尺 三四千元一尺 可能它就會是四五百萬到八九百萬之間 而這個成交量都是平均每一個月 香港的工業大廈成交中數 較多都是在一千萬以下 可能在這方面對一些中小微企 如果今次考慮到經濟慢慢復甦 又不想給業主加租 可能會借這個契機 可能去入市買一些細銀碼的工商物業 去自己用 這個可能就會機會大一點 但也是剛才師先生那句 正如你買入一個物業 說一千幾百萬 會不會為了省幾萬元 去做這個決定 都不容易 疫情期間 我們都有不少的外資公司 搬離開香港 去新加坡 剛剛開始通關 防疫措施 接下來都會全面拆除 配合政府搶人才的政策 會否吸引一些外資公司回香港 到時那些商下會否尤其是甲級的商下 受惠會比較大 這個都要一路觀察 其實現在說香港的商業樓宇 其實如說寫字樓 今天來說還是空置代租的樓面面積 說過千萬呎 首先起碼要消化這一批 代租空置的寫字樓單位 但至於你說吸引多些人才 企業來香港開業 當然對於整個香港的寫字樓物業 工商物業的發展 當然有多些捧場客 起碼你來租用的地方 消化一下空置率 但會否即時可以吸引很多外資企業 中資企業來香港 暫時在這兩個月看到 情況未算很熱烈 主要現在我們處理 都是對上兩三年 疫情期間積壓的一些個案 例如之前有心在香港開設辦公室 租社自留、租廠房 可能因為現在開始通關 逐漸將以前計劃的租務活動 買寫字樓活動 在這段時間開始實行 所以你看看成交量 一月份、二月份 整體的寫字樓買賣 和工商買賣的成交量 暫時還未開始升 主要是消化一些舊了積壓的個案 之前疫情期間 很多海外來香港的僱員 離開了香港 因為防疫措施很嚴格 出入一次 每次都一天來回一個多月 變成有些海外僱員 他們要回去早家探親 那些很不方便 這些海外僱員 很多在一些大的國際性公司工作 這些國際性公司的業務遍佈全球 經常要飛來飛去 無法飛或要付出這麼多代價 他們紛紛有些因個人理由 有些因公司的理由 都不再來香港 不再來香港 有些業務無法運作 所以的確有一堆公司離開了香港 現在只能說 他們之前要離開香港的理由 就已經沒有了 問題是離開了 可能找了新工 可能新的業務在當地 已經落腳 他還會否回來 除非那邊不順利 否則未必立即回來 所以這件事造成的損失 是需要時間去挽回的 我自己看 條件是比疫情期間好 恢復的速度 還要有很多其他政策配合 令到他們安心 是否也沒有 剛開始通關 旅客也開始多了 其實工商店的交投 是否會開始有一個復償的趨勢 首先見到比較活躍 就是舖位市場 通關大家首先考慮到 多了遊客 多了其他外地人士來香港 近期大家走上街都會發現 條街都多了人 有些拖行李買東西都多了 甚至去餐飲食肆 都需要訂位才有位 甚至見到有些名店都開始有排隊現象 你見廣東道有時銅鑼灣 都有些名店都有一些排隊現象 很久都沒有見過 所以首先舖位的租務成交會多 尤其是核心旅遊消費區 這些核心旅遊消費街道 其實早兩年都很安靜 很多吉舖位也多 就算有舖位可能是短租給 賣口罩、電子零件比較多 現在開始多了甚麼 第一批發現是藥妝 即是賣藥、藥妝、藥妝 出來租舖比較多 連化妝品店也開始多了 第二就開始見到有些時裝 其他零售也多 餐飲去年年底都開始偷步租舖 所以見到舖位租務成交 首先反彈升了 舖位租務 第二就是因為有了租務成交多出現 之前開始有投資者入市 估計現在一路通關復償的理想 可能未來的市務更暢旺 變成租金會升 租客會多 自然租金價格有機會上調 所以開始有些投資者 趁現在早些入市 近期我們見到很多肯減價的貨 還有一部份叫銀主貨 其實銷程都理想 尤其是很久沒有出現大銀碼成交 由五、六千萬起 在單一一個月有超過十多宗的成交出現 都看到其實拿五、六千萬以上 去買一個物業其實不簡單 你考慮的因素都比較多 所以近期活躍了 似乎首先出現在舖位市場 就有投資者開始入市 其餘那些就未有這麼快 就好像寫字樓部分 要不就是用家 譬如他之前都需要 買入一個物業去用 那些寫字樓 看到這一兩個月 就多了幾宗 就是一些甲級寫字樓的用家 買入來自己用 可能看好裝修間隔 適合自己用 又可以立刻用 或者是警官理想 或者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單位 都有入市去買 多了一點出現 但不算很普及 都是以租務為主 如果說工商市場 因為這兩年沒有什麼上落 因為工業大廈、工業類別 有一些行業類別都比較適合用 在這兩三年 譬如一些貨倉行業、物流行業 或者是製造的事業工業 都是有用的 那些就平平穩穩 就沒有特別因為通關而上升 所以整體現在去到這個階段 第一階段留意到 就會是舖位市場的租務和買賣 升幅就比較明顯 在成交中數 我們最近看新聞 看到一些有過億元的舖位成交 也會多一些 未來的租金 你剛才提到會有上條空間 會有多大 其實多了投資者 對工商舖買賣的前景 有什麼看法呢 講一下近期都很熱鬧 說一些大宗交易成交出現 在舖位過億元一間單頭舖位的交易 對上兩年三年 一年都沒有兩三宗 現在短短一兩個月已經出現了兩三宗 其中有些特色 在尖沙咀、尼敦道、金馬倫道 有一個單邊的舖位 成交價是一億 如果說它的面積 只是幾百尺 尺價圍到三十多萬一尺 很久都沒有出現 主要原因是留意到 它的位置上是很優越 因為尼敦道大單邊 在金馬倫道 對面就是回教址、海房道 以往都是賣的影音產品為主 主要是做遊客生意 這些舖位都刊有拿出來賣 上一手業主 都是說幾十萬買回來 升值了很多很多 這次可能趁機會套現 而買家都是一些資深投資者 可能看到後市覺得核心旅遊消費區 今天那個租金就算有少少升幅 比起高峰期也差很遠 所以這就出現了一億元的尖沙咀成交 第二個也挺觸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花園街我們叫波鞋街 波鞋街最近有一個 賣波鞋連鎖店的舖位 就有成交出現 他成交金額去到一億一千四百多萬 如果說一般投資者 買花園街過億元的交易 其實都不容易去決定 但這個舖位有少少特色 因為當年買入一億八千萬 虧樣虧的幅度也大 可以拿出來賣花園街的漂亮舖位 就不算太多 所以也吸引了一個投資者買入 但那個投資者本身不算很活躍 資深的舖位投資者 可能他自己的眼光看到 現在最近都是說零售業又復甦 旅遊業又復甦 買一些有特色零售消費的街道 可能對租金的前景會比較看好 所以近期就多了出現 有這些過億元的交易舖位出現 對市場都有強心針打下去 如果過億的交易都有人決定去買 幾千萬投資可能會跟隨 那個步伐陸續有成交出現 所以都是近期一些比較特別的個案 師先生又有什麼看法 我認同Stanley Poon所說的 工商鋪裡的鋪是得益最多的 因為政府又派機票 又派車人四 遊客也有得吃 又搞大型活動 旅遊業和零售業應該是得益最多 恢復得最快 我們寫字樓在尖沙咀 派消費券的時候 其實人都不得多 一開關就人頭湧湧 而且是真的買東西 帶著一箱兩箱的全部都是名牌 所以我相信外來遊客 包括內地遊客所消費的量 一定是多於政府派出來的錢 所以靠市場就比靠政府好 我自己看 你遊客多了 零售業 蓬勃花 舖的價值就會提升 做到生意機會多 那麼業主就可以要求加高一些租金 租金上升 他的投資吸引力也會上升 之前有些人說 擠錢到銀行收租更好 擠錢到銀行 那個本金不會升值 還有利息都是先答應你 讓你做將半年的定期存款 都算多了 你想做一年兩年 銀行都不夠膽受 而最近定期存款其實 跌了很多 高峰期半年近五厘 現在四厘都跌破 你想放到銀行收利息 其實收了幾個月之後 銀行可能不一定再給你那麼高 所以有舖收租 那個穩定性可能比銀行收息更多 因為長遠而言 香港的旅遊事業、零售業 在國家政策支持下 差極有限 所以我相信 舖在這段時間 無論租務、買賣都會相當活躍 至於寫字樓 剛才我都說過一些 外籍僱員少了 或者在西方的制約下 很多生意都可能 有些不讓你買、有些不讓你買 有些不讓你投資 對香港的發揮功能 是有一定的損害 很多寫字樓投資者都還在觀望 要等證明中國的經濟動力很大 但是外循環都不是受到太大影響 香港的寫字樓才會好一點 至於工商 很多都用來做商業用途 真的做廠的比例很低 所以如果寫字樓市場好一點 工商物業都會好一點 但是都不是短期內可以改善 寫字樓的供應量相對大 空置也需要時間消化 他們就會等實體經濟好 才會慢慢恢復 今天多謝兩位的分享 我們下次樓市事件再見 再次旁邊 再次旁邊 我們一下二位置 再次旁邊 五位置 轉